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这个星期将会展开上任之后对印太地区的第九次访问 访问地点包括印度、南韩和印尼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 另据报道奥斯丁希望在印尼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上 和中国对口官员会议尽管北京尚未宣布防长继任者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1月6日表示 奥斯丁将会在印度、南韩和印尼停留 回悟印太地区国防官员并参加一系列活动 彰显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 一位不愿意透露声明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在简报中表示 访问的每一站都将会突显美国国防部与盟友及伙伴一起 不断加强合作实现共享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远景 下个星期你会看到印太地区安全体系的多样性 以及我们全面承诺的深度 盖明官员说 根据五国大楼公开信息 在印度期间 奥斯丁将会和印度国防部长新格会议 亦都将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一同参与一年一度的 美印二加二对话会议 这就是发明了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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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 吨斯丁将会以下��画的 秘密战方案 or会和美国的高科学体系的设计 亦都将会和美国的高科学体系繁荣运 应访问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